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微脱墨而封 静静地凝视着丝绸之路 重镇阿克苏的边界 数百条病船 默默滋养着这片美丽绿洲 一千多年前 佛教文明从古印度传至西域 在阿克苏秋祠地区 产生了最早期的西域佛教 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重要桥梁 被称为中国第二敦煌的克兹尔千佛洞 千年前古秋祠画师们在火红色的山崖上 凿刻了明阳世界的壁画 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在阿克苏区域相互碰撞 互为交融 在壁画里 看得到世事沧桑 信仰不灭 在绿洲上 则看到了风的形状 人的决心 绵延及时公里的柯柯牙绿化生态工程 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荒漠治理的样板 并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列为 全球500家境之一 从1986年起 阿克苏人在这里根植绿色的信仰 昔日的荒滩戈壁 筑其雄伟的绿色长城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这就是中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柯柯牙绿化工程 不只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更为当地民众开启了一扇 致富之门 从戈壁荒漠到苹果满园 侯家夫妇在九十亩果园里 一年年看着苹果树发芽 开花 结果 一家人收获着幸福 享受着生态改善带来的红利 绿水青山真的就是金山银山 枝多味甜 果香浓郁 酥脆爽口 细腻无渣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想聊就聊 想唱就唱 劳作渐息 侯家夫妇在网络上进行着线上直播 北纬41度的阳光 和托木尔风的雪水 培育了阿克苏特色冰糖新苹果 从2008奥运会专供到2020年 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 阿克苏特苹果在快捷的现代物流运输下 走出国门 消亡世界 苹果 稻米 红枣 棉花 一锅一粒 一红一白 把这里装扮得缤纷多姿 山峰 沙漠 河流 绿洲 一高一低 一动一径 沧桑巨变 宝地生辉 从传统到现代 从新疆到世界 从理想到现实 阿克苏正在接续思路的繁华基因 拓展着中国的世界愿景 阿克苏 Mad LORD 阿克苏 海国 沙立 沙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周孝强是这项赛事的忠实粉丝 漫天黄沙 让他见证了沙漠的亘古不变 咆哮的阴晴 让他听到了生活的滋味 一路一历尘 谁能比生活在阿克苏的人更了解沙漠 一路一绿洲 谁能比生活在阿克苏的人更了解绿洲 阿克苏总是充满极限诱惑 也要应对极限挑战 古老而又年轻的阿克苏 在托穆尔峰熠熠升辉的雪山照耀下 吸引着世界目光 阿克苏总是真的 阿克苏 ح古不参与 阿克苏的天牙